今天在現場有100多位的媒體 我們是不是一起看上 所以我們以著大合照 作為記者會的最後一個男人 敬賴新政 加油 好 敬賴新政 加油 中華能幹的國務力數 還有全部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我們是不是開放媒體的質問 有觀測紀錄以來最炎熱的夏天 聯合國顯示 去年亞洲市氣候災害的重災區 我們必須正視 中國併吞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策 除了用武力以外 今年來更是在運用非傳統的脅迫方式 想要逼台灣就換了 但台灣不會屈服 台灣人民一定會捍衛國家主權 維護民主自由憲政的生活方式 另外我們也感謝美國 進行對台軍售 除了美國對台軍售以外 其實美國的政府跟國會 對台灣的支持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做得更多 每一次的國防授權法案 或是國會通過了一些 穩定台海和平穩定的方案 其實對區域的和平穩定都幫助很大 在接著《國防授權法案》 在接著《國防授權法案》 在接著《國防授法案》 表達《國防授法案》